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三百八十七集 挑战银罗 他观察了许清安很久了 这个男人是个不错的猎物 首先是模样俊朗 无关精致如雕刻 双眼如寒星辰 炯炯发亮 高高的鼻梁 和浓黑的剑眉 搭配硬朗的脸部轮廓 一股阳刚之气扑灭而来 此外 更令他在意的是许清安银罗的身份 年纪轻轻坐到这个位置 不是自身天赋过于优秀 就是家中有手握实权的长辈 不管哪一种 都值得他结交亲近 还未请教大人高姓大名 许清安 姑娘方名 荣荣 荣荣姑娘啊 有牌号码 好名字 天仙式的名字 搭配天仙般的人 荣荣姑娘眼嘴娇笑 奴家还有一个称号 叫 销魂首 许清安放下酒杯 反复打量荣荣姑娘 后者被他赤裸裸的盯着 他也不在意 反而挺了挺腰 久仰大名 许清安心说 老子这事走了 桃花运了吗 早上刚听二叔说过 京城最标致的四位女侠 中午就遇到了 他放下酒杯 自我介绍 原来是销魂首 荣荣姑娘 重新认识一下 本官许清安 家书在玉刀卫当差 销魂首荣荣一听 心里有些失望 玉刀卫虽然是京城五位之一 但是职务决定了权利 算不上显赫的衙门 但许清安下一句话 让荣荣姑娘改变了认识 当年 曾经追随在卫公会下 于山海关战役中 屡立功勋 正因为这层关系 我才能在打羹人衙门 谋个一官半职 玉王是我的侍博 与我父亲相交莫逆 父亲大人是伯爵 可惜取得早 没能争取到 世袭罔替的资格 到了我这里 就只剩一个小小的子爵 叔父是魏公的亲信 父亲与玉王相交莫逆 自生即是银罗又是子爵 荣荣姑娘愣了愣 美眸一眨不眨的 宁视许清安 她早听说京城熏贵如云 随便碰到一个家伙 家里说不定就有当官 可是官再高 有魏冤高啊 身份再高贵 有欲望高贵啊 一时间 荣荣姑娘愈发热情 钱是因为应酬的缘故 她没少出入夜场 撩拨这类女人得心应手 倒不是缠她身子 许清安呢 只是怀念当初的感觉 偶尔说一些哄话 调侃几句 这位自称荣荣 绰号销毁手的 妩媚女子也不会生气 缓成梁家女子 早就红着脸催地 呸登徒子 性格刚烈些的 钢铁侄女24K 太和金巴掌 已经呼上来了 这时呢 荣荣看向擂台 似询问 又似考教的说道 许公子觉得 这两人 谁输谁赢 自然是那位使剑的少侠 许清安没有犹豫 哼 傻子也能看出来 老阿姨冷哼雷一声 刷了波存在感 那位使剑的少侠 从头到尾都压着 师傅的汉子打 闲庭信步 剑法精妙 时不时地引来 吃瓜群众的喝彩 练气经以前 实力高低看的是体格 师傅的汉子 不管气力还是体格 都在使剑的少侠之上 可为什么会处在下风呢 那位少侠剑法 就是花架子 老阿姨没搭理 但悄悄地竖起耳朵 我猜 是个演员 许清安揭露事实 演员 荣荣没听过这个词 就是逢场作戏 许清安解释 荣荣恍然大悟佩服 原来如此 许大人目光如惧 说着 眼神里配合的流露出崇拜 老司机了 许清安也没拆穿 配合着露出得意笑容 荣荣姑娘气息深厚 寒而不露 不是弱手 肯定早已看穿 擂台上的伎俩 也就刁蛮的老阿姨 还没看出来 对于许清安的话 将信将疑 这时擂台上的少侠 一剑隔开 汉子的斧头 飞起一脚 踹中对方胸口 汉子手中大幅脱手 飞出了擂台 这之后 许久没有人上台竞技 我吃饱了 何包还我 老阿姨恋恋不舍的 收回目光 瞪着许清安 许清安假装没听到 她也不纠缠 只是看了许清安许久 一言不发的起身下楼 哎呀 背影其实不赖啊 谨慎的那名铜锣感慨道 说完 他发现自己遭许清安和容容姑娘鄙视了 小伙子 是不是自幼缺母爱呀 许清安拍了拍小铜锣的肩膀 接着伸手入怀中 摸出了浅绿色荷包 打开一看 一钉钉钉 黄灯灯的金子 吼 还真是黄金啊 铜锣瞪大眼睛露出狂喜之色 大人 发财了 发财了 许清安系好荷包的碎子 这种不宜之财就别惦记了 轻轻一抛把荷包丢出楼外 紧接着 楼下传来女人的尖叫声 荷包正好砸在老阿姨的脚尖 她蹲在地上 裙摆散开 眼里含着一包泪 一边呲牙咧嘴 一边恨恨的抬头 瞪着二楼 大婶 赶紧回家吧 许清安善意提醒 老阿姨咬了咬唇 捡起荷包 一瘸一拐的离开 许清安依旧和荣荣姑娘过招 双方致力于把对方养在自己鱼塘里 这个时代的渣女不要太多 他们喜欢卖弄风骚 然后把青年俊艳培养成自己的群下之臣 这种女人就是古代版的绿茶 许清安好久没碰到渣女了 乐呵呵的陪她过招 大概一刻钟后 擂台方向忽然传来怒吼声 许清安 你大爷滚下来 咦哈 许清安茫然的朝外张望 看见一个穿着粗布衣的汉子站在擂台上 此人身高八尺 落腮胡双眼 大如同龄 傲立在擂台气势雄浑 纵使是看热闹的百姓 也能觉察到这位豪汉的气势 与之前那位江湖侠客是不一样的 许清安有些莫名其妙 心说你他妈是谁呀 许大人 识得此人 荣荣 抿着烈焰红唇 忌惮地看着汉子 许清安摇摇头 不认识 那就别管了 荣荣柔声说道 此人体表神光闪烁 是铜瓶铁骨镜的高手 许大人自然是不触他的 但周围都是百姓 要去守来 恐伤无辜 这话说得委婉 给许清安留了面子 但荣荣心里知道 十个许清安恐怕也不是那位高手的对手 毕竟 他是靠着祖辈攻击才当上的银罗 大耕人银罗许清安 给大爷滚出来 磕头赔罪 不然大爷今天捏爆你的臭 汉子叫嚣道 哗的一声 围观的百姓和江湖客们哗然起来 原来 那许清安是名 大耕人 还是银罗 豪侠台建立以来 终于出现一位江湖客要挑战衙门高手了 对桌的少侠们先是一愣 然后迅速回过头看向许清安 他们脸色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幸灾乐祸 出来叫爹 跪下磕头 负责老子天天上台来喊 大耕人引我许清安 儿子 快滚出来 汉子中气十足的声音 传遍全场 周围的九四茶馆里 涌出了一大群 看热闹的客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